欢迎您收看老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诺亚 孩子功课好 进了好学校 本来应该要开心的 但是想到年年涨的学费 真的会让人笑不出来 哈佛大学学费从2009年 一学年要4万多元 涨到现在一学年要6万多元 为了减轻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负担 哈佛宣布从今年秋季开始 启动Startup新生补助计划 但是补助金额只有2000元 加州大学学费也是年年涨 而且最近这几年不止学费问题 就连加大的招生情形 都引起各界议论 加州审计厅最近公布的 机查报告当中就指出 因为外州学生的学杂费 是本周学生的三倍 加大为了要增加学校收入 所以大量录取外州学生 从2010年到2013年 四个学年度 加大录取的外州学生 和外国学生的名额 大幅增加了82% 相较之下 加大录取的本周学生 两年内却减少了1% 而且录取的外州学生 学业成绩都低于本周学生 加大录取的16000名 学业成绩和标准考试都低于 中位数的外州学生和外国学生 同期有4300名本周学生的成绩 高于外州和外国学生 但是却被加大 拒于门外 加大董事会在去年11月 还通过要在未来5年 每年调涨5%的学费 最近加大董事会 在旧金山举行会议 有许多学生到现场抗议 会议当中 加州州长Jerry Brown 大力反对加大调涨学费 但是加大总校长 Janet Napolitano 却依旧态度强硬的说 如果州政府不拨款补助 加大就必须调涨学费 审计厅的机场报告当中还发现 加大总校长 Napolitano的年薪高达57万 加州州长Jerry Brown的年薪不到17万 加大总校长 领的比加州州长还多 另外加大还有15名行政人员的年薪 超过40万 继续关心民生讯息 被渔猎局下令进补的邓金司卸 终于解禁了 批发价是每磅2.9元 但是零售价至少 比批发价还要贵两倍 渔民出海补卸航程要4小时 还要在海上过夜非常辛苦 去年的进补令 让渔民损失4800万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我们下次见